香港民主派阵营的学者今天宣布启动占领中环的宣传行动 他们扬言如果2017年没有真正普选将呼吁民众占领中环 18日以来冰雹天气袭击广西三次 伴随雷暴大风天气在广西气象史上较为罕见 广西民政部门25日下午4时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风暴灾害已经累计造成43.57万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约2.88亿元人民币因灾死亡一人 大陆军事网站战略网今天指出 大陆正在测试中的先进隐形战机歼20 近日首次挂载可能是霹雳型号的空空导弹 大陆中央电视台与人民日报等官媒 最近接二连三炮轰美商苹果 显然具警告味道 尽管近来华为 中兴 联想等大陆本土品牌手机场开始发威 但仍不迪苹果等国际品牌杀伤力 华尔街日报解读大陆官媒的动作 为本土品牌助阵 杀鸡警告的意图十分浓厚 新唐人亚的电视整理报道 大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